Hello大家好 前面的海鲜艰商 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这视频前几分钟是分享视频 后几分钟是带货视频 带货视频啥意思啊 就厂家求我帮他卖东西 但咱也不能乱卖 东西不好 不打脸吗 东西好还不行 还要保证15天之内 我的这个价格是你品牌的最低价 很多人在后台问我龙虾尾怎么卖 作为一个远古艰商 我给你的唯一答案就是怎么也别卖 除非你很懂 龙虾尾是啥 就是斩首的小龙虾 就大家不觉得市面上的龙虾尾 都很诡异吗 我给你打个比方 就比如说你上市场上买瓜子 瓜子价格我不知道 咱就说个大概数字啊 别人家瓜子都卖100万一斤 然后就有这么一家跟你说 你别卖别人家那个新鲜的活瓜子 死老贵的 你到家还得自己拿耳朵眼刻 怪费劲的 瓜子皮里还没有肉 占重量 全是重金属 就那钳子有点肉还费牙 味道还腥 你卖我这个瓜子人 我都给你扒好了 4斤瓜子才出1斤瓜子人 价格还便宜 是那完整龙虾 是那完整瓜子的一半 兄弟姐妹们 你不怀疑这瓜子人里面有机关暗器吗 你不怀疑它是死瓜子给你磕出来的吗 你不怀疑它是臭水沟的瓜子吗 无话说的好 事出反常必有骚 必有妖 咱今天就拿照妖镜照一下子 咱先说一下子 什么样的小龙虾是好龙虾 就是鲜活的清水虾 这样的虾通体干净整洁 专业烹饪之后 口感是Q弹 没有异味的 不好的虾是啥虾呀 首先是死虾 有的人说死虾的口感比较腥 不太对 死虾的口感是骚中带点腥 活虾你要烹饪不好 有时候也带点腥 因为虾的大部分脏气都集中在头里面 所以这个虾死了之后的那个腥骚气 也会集中在头里面 大家懂了吧 很多想不开了死的嘎嘣嘎嘣的虾 就把虾头摘下去 变成龙虾尾卖了 腥骚味会小一点 还有一种不好的虾 就是污泥虾 小龙虾这个东西 就跟我们这帮UP主持的 虾泥里都能生长 清水虾本身的腥味会小一些 淤泥虾如果你处理好放重料 其实那个腥味你也吃不太出来了 但是你要看活虾的话 那个淤泥虾真的有点臭 怎么看淤泥虾 底板贼埋台 特别是虾头那个位置 刷都不好刷 但是它那个尾巴 你蹭三两下就能刷干净 所以有的人就把那男刷的头揪下去了 就卖龙虾尾 你又很难分辨是不是污水虾了 咱今天咱再往回折一折 咱龙虾尾肯定是有好的 用活虾清水虾做的 但市面上大部分 还是用死虾污水虾来做的 这事其实不难想 就我这小学微积分的脑子 都能想明白呢 你要是问我那死虾和污水虾 到底能不能吃 能吃 吃都能吃 月王勾剑都吃过 这晚上就看你咋想了呗 我以前不懂吃过龙虾味 但当我懂了之后 我就再也不吃了 还有就是完整的小龙虾 它就没有死虾和臭虾做的嘛 也有 但是你相对容易分辨一些 死虾的味道会比较骚 污水虾的头刷不干净 然后你选一些靠谱点的品牌 几乎就没什么问题 小伙伴问了 网上品牌那么多 那知道哪家靠谱啊 等儿 要我干嘛吧 我是废物啊 我不就是帮你们试读的吗 我今天带来了四个品牌的小龙虾 咱对比一下吧 这是18盒 太多了 咱一样留一盒 先拿走一部分 都是啥玩意儿 这个是新凉剂的 一个麻辣 一个酸香的 罗友号卖过 这个是刘五的 价格实在常见优惠 这个是老蔡家的 我之前直播带过货 还有一个牌子没介绍 是不是啊 那个腰折了 在快点手里面就臭了 我到家全扔了 我就不说哪个品牌了 这三个品牌 我都找厂家谈了 15个工作日之内 你在我这买 都是最低价 这个领玩卷是139三盒 这个领玩卷是114三盒 这个领玩卷是99三盒 这三个品牌 都是相对来说靠谱一点的 他们都是湖北产的 湖北的小龙虾 大家都知道 基本都是清水的 这三款你要想买 你就点推荐链接 或者是看评论区的置顶留言 都可以 评论区要找不着 你就上手机某宝上 搜一下奸商的小站 那是我的红人店铺 不是我自己家的货 是我分享别人家的货 都知道我爱分享别人家东西吧 别人家房子 别人家车 别人家海鲜 别人家喜仿 喜仿不行 胖嫂还没出差呢 他们每盒的净含量都是一斤 老蔡加的和新凉剂的 都有使用方法 留五的没有 其实这个加热方式也很简单 我推荐大家用炒锅热一下 热的时候你还能往里吐口啤酒 味道更香浓 来吧胖扫猪鸡 一共是 哎呦我天呐 哎呦肥的 这两个是老蔡加的 这个是留五的 这两个是新凉剂的 个头基本都是四到六钱的 这个是麻辣的 打椒饼呢吃不了 走吧 刚才吃了个这个 那个好吃吗 那个是新凉剂的 刚才试了一个超级香 是吗 蒜味的 老蔡加这个很Q弹 这个我们上次带货卖过 酸香的味道不错 这个我不用吃就知道了 留五的只有一种口味 是麻辣的 看这个虾干不干净 就看塞就可以了 刷的已经很干净了 这上面黑的是它蘸的料 尝尝留五的 留五的味道挺香的 我没觉得留五的太辣 我吃留五一点都不辣 新凉剂加蒜香味的 这一盘子上全都是蒜 给你留着呢 给你留着呢 还有 等你明年打完针了就可以吃了 我给我留着 行 给你留着 等你上大学了就可以吃了 吃蒜香味的好吃 给隔壁小孩缠枯了 你来 你过来 因为蒜香的它没有料 所以咱们看它这个塞 看得更清楚一些 看看这个塞有多白 都是四到六钱的 给我吃 给我 你要缠枯吗 吓死吓死你打完针的 我还有十多盒呢 你爱我新人 新凉剂加香辣的 香辣的塞就稍微有一丢丢颜色 但这个颜色呢它是香料的颜色 我这几种整个都吃完了 首先老菜加的它是有两个口味的 一个13香一个香辣的 价格也不算太高 在我这买是114三盒包油 价格适中品质稳定 性价比偏购 目前来说有个小遗憾 就是东北三省不包油 然后这个刘五的品牌 是胃库提供的 这三个里面价格是最低的 99三盒 就是口味没啥选择性了 就一种香辣味的 我喜欢吃有点辣 我吃正常 空口吃没问题 东北的话辽宁包油 黑龙江吉林不包油 然后我们说这个 这是新凉剂家的 新凉剂这个是139三盒包油 也是每盒一斤 它是东三省也包油 大部分地区都包油 所以黑龙江吉林的小伙伴 你就选择新凉剂 这个要是在饭店卖 一份也得六七十了吧 一份六十八差不多 一盒 都挺好吃 各有特点 你们可以买300块钱的 我怎么感觉我有点吃累了呢 这些虾都没有餐下 都是这种完整的虾 好了我们全部吃完了 这里面每一份虾都比较鲜嫩Q弹 能吃出来是活虾 也没有什么腥臭异味 每个品牌的口感都稍微不太一样 你就挑自己喜欢的口味 下单就行了 一斤也就是三十来块钱 比我们这饭店便宜 我是不会告诉你 有的饭店也是在网上 浸的这种龙虾 然后加热了六十八一份卖给你的 好了生活如此美好 本次视频到此了 感谢观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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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